大家记得点击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 相信大家对糙米并不陌生 它是我们常吃的五股炸粮之一 很多人喜欢吃糙米 因为它的营养价值高 口味特别 而且还可以治疗一些小疾病 糙米的做法很多 除了可以蒸米饭来吃 大家还可以呛小编一样 将它用来制作成糙米茶喝 糙米茶是一种非常养生的茶饮 糙米茶属于温性饮品 一般人群都可以饮用 没有特别的禁忌 特别是那些虚寒 经常便秘 还有肥胖的朋友们 甚至是来越试的时候 容易惊痛的朋友 也是非常适合饮用的 再来有三高的人群 以及糖尿病患者 都非常适合喝这款糙米茶 效果非常不错 那么普通的一杯糙米茶 大家只要加入两个食材 就可以很好地帮助女生 缓解筋痛 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食材吧 在糙米茶当中 可以适量地加入红枣和枸杞 将以煮好的糙米茶 将它加入红枣和枸杞当中 我们将它浸泡一会 为什么我们需要加入红枣和枸杞呢 和红枣可以帮助补气血 有便秘问题的朋友 也可以尝喝这款养生茶 可以改善你的便秘问题 此外 很多妹子们都有痛经的毛病 严重的甚至无法上班或上课 小编在这里建议 痛经的妹子们 可以来上一杯热乎乎的 糙米红枣枸杞 就可以帮助缓解痛经 所带来的痛苦了 就算大家没有痛经的问题 也可以尝喝这款茶 可以帮助你改善手脚冰冷的问题 以及改善贫血的问题 让你有更好的气色 除了女性以外 肥胖者 肠胃功能 欠佳者 糖尿病患者 以及患有三高的患者 都非常适合喝这款 糙米红枣枸杞茶 可以帮助提高人体免疫力 促进血液循环 预防心血管疾病 控制好血糖 预防肠癌等功效 如果你不会制作糙米茶 那么可以点击这个视频 就可以学会制作糙米茶了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别忘了订阅和按赞哦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